远方的家一带一路是对组 继续纳尼比亚的行程 两任中国教练 驻纳尼比亚国家乒乓球队 南部非洲取得好成绩 埃脱沙国家公园里 陪大象一起漫步 很难得的是 它不是在灌顾球中 而是在特别平坦的草原上 拜访90岁高龄的 纳尼比亚国父努乌乔马 听他讲远远流长的终纳友谊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534集 道路通四方 终纳情义长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是对组 继续纳尼比亚的行程 返回首都温德河克后 我们听说 纳尼比亚国家乒乓球队 新来了一位中国教练 于是我们和四年多前 曾担任过纳尼比亚国家乒乓球队主教练的 和部总经理翠云科 一起来到队员们训练的场地 崔哥如果不是看你今天穿这一身衣服 就是想象不出来你还有这样一个身份 你是怎么样就当上了纳尼比亚乒乓球国队的这个教练呢 是这样的 2009年的公司外派我到纳尼比亚工作 2011年 然后通过朋友介绍 我开始接触纳尼比亚乒乓球协会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名乒乓球爱好者 我就很快地开始参加他们乒乓球协会的各项的组织和活动 并且取得了比较优异的成绩 2015年的时候 时任纳尼比亚新铁主席 阮孟汉森先生 推荐我去担任纳尼比亚国兵队的主教练 毕业于河南大学英语专业的崔云科 在河南国际合作集团纳尼比亚公司工作 已经有十年时间 2015年 他被纳尼比亚体育部任命为 纳尼比亚国家乒乓球队主教练 同年年底 他带队参加非洲杯南部非洲赛区 乒乓球冠军联赛 获得男子团体比赛季军 你知道我在纳尼比亚听到对你的形容是什么吗 号称你是纳尼比亚的刘国良 我那时候朋友们这样开玩笑 其实对这一称号我实不感当 但是我和刘国良主席 我们都是河南的 实实在在是你们真的是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把这个通过小小的乒乓球 也把中国和纳尼比亚的友谊一直在延续 对对对 我们因为政府间的话是政府对政府的 然后像我们这种人与人之间的people to people 这种交流和交往其实更具有亲和力 更接地气 崔云科介绍 虽然在纳尼比亚最受欢迎的运动是橄榄球 但是这项运动因为对体力要求比较高 在年轻人中比较流行 而乒乓球不同年龄段都可以参与 2015年他带队参加南部非洲赛区乒乓球比赛时 队员平均年龄超过了40岁 那你平时要是训练他们的话 会从哪个角度哪种方式来训练呢 我们一般这样的 因为他们的基本功是有一些弱的 但是都已经上年纪了 如果再纠正的话 其实难度很大也不太限制 所以说我们一般就是从在实战中的技巧 还有基战术方面给他们进行一些指导 纳米比亚国家乒乓球队 通常是周一和周四进行训练 训练场地是当地所学校的多工能厅 由于都是业余选手 训练都在下班之后 65岁的舒尔茨和22岁的罗纳尔多 都曾经在崔云克的指导下 参加过2015年南部非洲赛区乒乓球冠军赛 罗纳尔多2016年还去过中国南京参加训练 在南京他度过了南望的19岁生日 在一天他们在训练 在一天我问到大家的生日 所以没有人知道 他们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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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京的两周时间 卢纳尔多参加了江苏队的训练 和很多纳米比亚队员一样 他对中国小球员 训练时的刻苦自律印象深刻 这次经历 也让他有了一个新的梦想 在学校的时候 就应该去做一个商业 所以我和ел措断为 我好像也想开始在 the Best of Spieler 但我上次做好事 我想表演应该美好的最精 tir 就是我1个目的 ت vision 因为这个好意味 这是一个很大又很美好的梦想 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 希望我希望你能回来 非常感谢 刚到纳米比亚的目指响小点 来自江苏南突 他是为了帮助纳米比亚国家乒乓球队 备战2019年非洲杯南部非洲赛区 乒乓球冠军联赛而来 这是专业的教练 是业余的教练 副教练是上周五到的 是上周五 那准备在这待多长时间 这次的时间 因为签证的课 会拍上二次的课 那您有没有心里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来了之后要把它们训练成什么样 刚才我看一看 就是有几个年轻人 应该还是如果说通过一些专业的 规范的一些系统的训练 应该还是有可能性 但是这是要这个过程 一手几天的时间 要有个一年两年 整个成长起来 也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训练 那他们现在基本上都是成年了 您觉得如果要训练起来的话 效果还会好吗 我在想就是说 是现有它国家队的一些成年人 包括青少年 就是要训练他们 因为他们是一个主体 有时候要代表国家队 参加世界比赛 在他们训练的情况下 更注重一些青少年 就培养 就更好 因为这个将来 过个几年 五年八年 还是要有青少年的这个 苗市嘛 我记得你才能 住这个整个国家的乒乓球水平 我们拍摄 我们拍摄纳米比亚国家乒乓球队训练是在2019年11月底 采访时 穆志祥教练 特别提到了对年轻队员的训练和培养 这一点让我们印象格外深刻 节目进入后期制作时 我们了解到 经过他的指导 2019年12月中旬 纳米比亚女队参加南部非洲赛区乒乓球比赛获得季军 创造了纳米比亚国家乒乓球女队的最好成绩 训练场里 我们再次见到了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张一鸣 他们都真的很踊跃 想来给您打球 因为在他们看来 您就是代表中国水平 我们就是球友 这儿没有大使 没有你和我之分 我最喜欢就像一家人一样 所以这个体育无国界 也是一个大家的一个共同语言 非常好 我想知道您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球的 从小时候去 上小学就打乒乓球 但是上了中学大学工作 很多年就一直没有再继续 我是到了纳米比亚 才有这个时间 把乒乓球捡起来 当纳米比亚有时间吗 做大使那么忙 就是时间要挤还是挤得出来的 就是有了那个使命感 是不是 对 因为正好有纳米比亚 它拼携跟我们中国的渊源同身 我们2016年曾经组织过 大概有八位纳米比亚的业余 乒乓球选手到江苏 是 是 进行过两个星期的专业培训 我想这也正是那一次培训 实际上就是拉开了我们和纳米比亚 在体育交流方面来的训练 小小的乒乓球 在中亚之间架起了游异的笑量 两任中国教练的到来 促进了当地乒乓球水平的提高 训练场里队员们热情不见 我们离开这里是外边下起了雨 十多天的采访 让我们对纳米比亚 干海少女的情况感受深刻 虽然这场雨对我们出行 带来了一些不便 我们也不由得为这场新雨 而感到高兴 埃托沙国家公园里 陪大象一起漫步 很难得的是 它不是在灌木丛中 而是在特别平寒的草原上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伟岸的身躯 和特别优雅稳重的步伐 拜访九十岁高龄的 纳米比亚国父努乔乔马 听他讲远远流长的中纳游异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大一路》第五版三十四集 道路通四方 中纳情义长 正在播出 公路运输是纳米比亚最重要的交通方式 纳米比亚有两条重要的交通主干道 B1公路和B2公路 B1公路贯通南北 从南端的纳米比亚与南非边境 一直延伸到北端的纳米比亚和安哥拉边境 B2公路纵管东西 从温德河克北部的奥卡汉甲 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岸边的重要港口金湾 我们拍摄期间 正赶上河南国际合作集团公司 纳米比亚有限公司 进行维护的另外一条主干道 纳米比亚B2公路进入收尾阶段 这项路7还在延续 一直到那个方向是金湾 但是我们站着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 它有一个小岔口拐进来了 为什么 这边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岔口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也属于是一个旅游风景线一方面 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我们这些游客 去到海边去玩耍 还有当地人他们会过来钓鱼 感觉就是比较方便 其实这个小岔口 就是方便游客到这来 观赏难得的属于纳米比亚的 海沙相连的景色 纳米比亚B2公路 全长310公里 从斯瓦科普蒙德到金湾港的这一段 是河南国际2019年4月到8月 仰湖大修的 原来的路面年久失修 仰湖大修主要是新铺立青面层 中港湾扩解金湾港集装巷码头后 吞突量扩大 这条道路更加繁忙 当时在这条路面上施工的时候 大概一个施工面会有多少工人 我们首先是最重要的是先从我们的交通疏导说起 大家也能看得见 交通量非常的大 而且车数特别高 所以首先在施工之前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先管控交通 因为我们是办公施工 所以要所有的车辆只能从一边通行 然后另外一边我们要施工 然后我们交通疏导的话 是我们是雇佣了当地的专业的交通疏导的分包商 他们大概会有六到十个人左右 专门是管控交通的 然后我们自己的话就是 我们自己施工人员 有当地工人大概会有十几个人左右 然后分享我们自己的可能两三个工长 崔云科介绍 他们维修的斯瓦科普蒙德到金湾这一段B2公路 是整个中部大区750公里道路维修项目的一部分 这个项目是中资企业在纳米比亚市场签约的第一个道路养护墙路 业主是纳米比亚公路区 整个工期47个月 我们采访时主体已经完工 只有部分当地分包商还在进行一些灵性的收尾工作 沿着B2公路向东行驶 我们遇到了正在进行后期施工的纳米比亚分包商员工 现在我们是又看到了一个正在进行当中的一个施工面 是吗 对 这个环节他们是在做什么呢 一个分包商正在做一个道路化线的一个工作 三个喷头 三个喷头 中间一个化虚线两边实现 他们经过改装了一个简单的小电脑板 先生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一条道路如果要是一直化下去的话 工作量有多大 多少公里啊 五公里 五公里 那一共有多长的距离需要就化呢 九到十公里 根据纳米比亚的这个合同要求 以我们这个项目为例的话 我们这个维修项目合同规定 10%以上的合同额必须由当地的中小企业 就SME 或者叫小承包商来做 我们也就分包商 这是一个强制要求 次云科介绍 作为第一甲进入纳米比亚市场的中资道路承包商 河南国企先后修剪公路 铁路 养护道路上千公里 这些道路项目不仅多次获得相当于中国鲁颁奖的 纳米比亚政府优质工程这两奖 还带动了当地就业 中部大区道路维修过程中 他们雇佣的纳米比亚员工和中方员工比例达到了十比 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互利共赢的体现 继续向东 我们来到纳米比亚比亚公路 与C33公路的交汇点卡里比布 向东里一段比亚公路 七年前由他们修建完成 而向北的C33公路 不久前也经过了他们的精心维护 纳米比亚我来这么多天 感受它的气候两大特点 一个是特别热特别干燥 另外就是风特别的大 我们现在站在这儿 你刚刚告诉我是气温有43度是吗 而且还没有达到一天最高的气温 然后它的风呢 有的时候风平浪静 但是说了还就来 并且特别强烈 还有我们经常走路的时候 就会发现那个不远处就有一个沙尘龙卷风 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种环境 这种气候 对你们当时修路来说 都是恶劣的吧 都是不利条件 是不是 对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风的话 主要还是 就我们那个养护项目来讲的话 主要还是安全问题 所以我们师傅人员正在路上正干着活 然后这个风力经过路上 然后已经 像风力大的时候能把人都站不稳 把人都给推走 真的能把人卷起来吗 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是有一次我们在北部那边 他们当时是有三个人相互抱在一起 感觉还要站不稳 十一月的纳米比亚炎热异常 烈热奄奄下 我们站在C33公路和比尔公路交汇的立交桥上 远望平坦的道路 深切感受到 一带一路唱一下 中大基础设施合作的成果 中国公司把中国修建维护道路的技术 带到了纳米比亚 他们修建和维护的一条条道路 也连接着纳米比亚的四面八方 桥下的比尔公路 连接着比尔公路和大西洋岸边的城市 我们脚下的C33公路 则通往纳米比亚北部 野生动物最集中的埃托沙国家公园 从C33公路北部七点出发 在奥基瓦隆哥附近转入C38公路 大约四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埃托沙国家公园 埃托沙国家公园是纳米比亚最大的国家公园 面积4731平方公里 有300多种鸟类 110多种哺乳动物 虽然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 此前也曾经在非洲其他国家拍摄过野生动物 但是进入埃托沙国家公园 看到这些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自由自在生活着的野生动物 我们依然感到很兴奋 现在我们在跟一位绅士同行 这只公象很难得的是它不是在灌木丛中 而是在特别平坦的草原上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伟岸的身躯 然后和特别优雅稳重的步伐 它好像一点都不会害怕这条路和路上的车辆 峰峰是不是 对 因为它在咱这个公园里边 每天车辆也是来来往往的 对于他们来讲也算是习惯的 真的可以感觉到这片大草原 就是它的家 它就是这里的主人 它发现了好吃的东西 只要用那个大鼻子 把那个地上的那个灌木给滤了两下 然后要把它给揪下来 鼻子弄不下来的情况下呢 它还会用脚给提一下 对 这样踩一下 埃脱沙一为白色干水之地 原是一个巨大的岩掌 1907年 德国殖民时期 这里建立起自然保护区 最初面积有8万平方公里 后来经过几次缩减 称为如今的规模 继续前行 我们又欣喜地发现里头 带着小象逆时的母象 就躲在妈妈下面 在那个就像一个凉亭下面一样 应该是在吃奶 因为看它一直扬了个头 一张开的时候看着雪红的嘴 应该是 对 还在吃奶的小象 就说明肯定不大 肯定不大 应该是今年刚刚出生的小象 我看它在那走路的时候 那个好像脚都倒动不过来 就妈妈在前面一个象鼻子甩 它在后面跟着小象鼻子甩 完完全全在它妈妈下面这样走 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公园一样 游客进入埃脱沙国家公园之后 除了在几个固定的地点可以下车 其他地方只能待在车里 我们设置组虽然已经取得拍摄许可 但是安全起见也只能在车里拍摄 纳米比亚是非洲撒哈拉以南 最干旱的国家之一 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沙梦气候 八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除了赫安哥拉 赞比亚 南非交界处 有长泥流淌的河流之外 国境内部全不是季节性河流 埃脱沙国家公园所在的区域 原本降雨量就小 我们拍摄时又正值旱景向雨及过渡期 一路走来感受格外深刻 为了保护野生动物 公园里设置了很多这样的水塘 现在因为是我们进埃脱沙 第一次见到这么成群的动物 所以还觉得蛮兴奋的 有好多只长颈鹿 估计有十来只 还有跟这个羚羊 还有跟各种水鸟 甚至还有一只猎狗 同时在一起喝水 这种和平相处 对对对 那那个猎狗出来是要进食吗 第一像现在这个时间 就是说太阳比较晒 它需要补给一些水 然后像来这边的 基本上都是过来就是喝水 你像它过来 像刚才那个猎狗过来的话 它也不是以这个捕食为主 主要是以这个进水 所以说像它们这些就是 哺乳动物之间 虽然它有些会形成那个食物链 但是它也并不是说 一看见那个动物它就会跑 有没有可能说 现在这个地方有一只狮子在喝水 但是其他动物也在 有这种现象 就是说即使旁边有趴着的狮子的话 它也有其他动物过来喝水 因为它那个也是 它不是说是随时随地看到 某个动物都会去攻击它 不是说我看到领养 我就会就先去攻击它 然后看到斑马 就先过去攻击它 它也是有一个进食时间段 埃图沙国家公园地域辽阔 命迹超过肯尼亚 和坦桑尼亚交集的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 多样的野生动物 构成了完整的食物链 在公园里拍摄时 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平和的一面 只有一次我们目睹了 这个野生动物情络里 残酷的另一面 我们现在看是在那个不远处 有一群突鹫在那进食 看不太出来 因为这个全部挡住了 是是 而且一般这个突鹫是号称为 是草原青稻夫 一个动物如果要是死了之后 它会分批地由不同的动物来进食 而突鹫一般都是进行最后一个环节 因为它比较喜欢吃腹肉 所以这只动物肯定不是刚死的 应该是死了有段时间了 好像突鹫在给自己同伴 不停地发出信息 然后陆陆续续就有很多的突鹫过来 从另外一台摄像机拍摄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群突鹫吃的是一具斑马的尸体 缝膨推测 这头斑马有可能是被附近的猛兽 首先攻击的 果不惜然 继续前行 不远处我们遇到了几头狮子 一百米距离之内 发现了有四只狮子 它们分别在两棵大树底下 哇 我觉得我现在心情特别复杂 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狮子 但是真的当我近距离地看着它的时候 我觉得完全不敢靠近了 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 就是提供给游人的一个厕所区域 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人敢下去上厕所 大家都是既兴奋又紧张躲在车里 这种感受真的跟在城市不一样 你在动物园的时候 隔着玻璃的那个窗户 哪怕那个狮子就近在眼前 但是你都敢贴近它 但是里面那个狮子永远都是懒洋洋的 可是在野外 你看见那个狮子 尽管是在树下休息状态 但是它都自带威武 和我们一起的还有另外几辆游览车 大家都远远地观察着狮子的举动 大约半个小时后 其中的三头狮子站了起来 准备离开 我们在既跟大象同行之后 现在又在跟狮子同行 那一家狮子站起来了 然后由爸爸带领地往前走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是一个三口之家 但是刚才那个树下还有一只狮子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妈妈之一 可能在那边还没反应过来 但是他们这个事情 感觉到是一个大家庭 因为一边走一边回头 反正在等那只狮子 我们的车缓缓前行 没走多远就停了下来 真的是要过马路了 不要太近 这个小家伙都明显感觉 不像爸爸那么淡定自如 还有好奇心呢 一边走还一边看一下车 好 跑过去了 在不到十米的距离内 亲眼目睹狮子过马路 虽然心有余悸 还是让我们颇感兴奋 在纳米比亚一路走来 神奇的非洲大地 就像一幅天然的画卷 在我们面前不断展开 也不断地带给我们惊喜 拜访九十岁高龄的 纳米比亚国父鲁乔马 听他讲远远流长的中纳友谊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五百三十四集 道路通四方 中纳情义长 正在播出 埃托沙国家公园里 神奇的动物世界 让我们印象深刻 我们听说 在埃托沙国家公园的西南部 有一处世界最大的 史前岩画集中地 其中的不少岩画 就有长颈鹿 脚马 犀牛 大象等野生动物图案 我们慕名赶往那里 行进途中 路边一颗售买矿石工艺品的摊位 吸引我们停了下来 但是我们下来以后就发现居然没有人 对 它没有人在这边 哪里都没有人 但是它的摆设 还有它上面的一些小工艺品 包括它剪的这些原始的骨头矿石 放在这又是那么的美 这会是什么人摆在这的呀 这是在附近的村里面的那个居民 他们很多人都是在附近的矿上面工作 这附近会有什么矿呢 这附近很多 像有的宝石 因为纳米比亚的那个矿产资源 很丰富 然后分布也很广 有的有宝石矿 有各种金属矿 还有食材矿 在附近都有 纳米比亚矿物资源丰富 此前我们设置组就在纳米比亚西部拍摄了 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最大单体实业投资项目 胡摘有矿 对纳米比亚矿产有了一定的了解 不过路边的偶遇 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浓厚兴趣 你是学地质的 你能告诉我这些都是什么矿石吗 主要以银石矿为主 最有意思的是 我们在这不仅没有看到老板 就是连价钱都没有 是吗 由你来估价 你认为这个大概是多少钱 你把钱放在其他的矿石下面压住就行了 他们怎么会有这么豁达 豁达的像这边土地一样宽广的心境 就完全是把他们当作无价之宝 你喜欢它 它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 你就把它放多少钱在这 这可能是对这些矿石最好的一种定价方式 但是怎么估价呢 你像这种的你一般就给它放个十块钱 二十块钱 怎么会那么便宜 对就可以了 真的吗 对对对 十块那币 对对对 相当于就五块人民币 对对对 你确定不会估算太低了吗 不会不会不会 人盘盘盘的估价让我们很吃惊 就如同这个无人看守的摊位忽然出现在路边一样 在埃脱沙拍摄期间 留下了很多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回忆 在C45公路起点奥马佛拍摄村民烧火时 附近的村民主动驱赶一条准备攻击摄像师的狗 在有着七百多年树林的红面包树前 虽然很少有中国游客光顾 但是热情的接收员不仅为我们讲解 还一渐渐地向我们展示当地的供应品 如今荒凉戈壁上的这次偶遇 更让我们感触颇深 既准备挑选两块 把这份美好的记忆永久留下来 这么鲜嫩的颜色 但是却来自这么荒凉的地方 有的地方都能看出来 它是在地上剪出来的 或者是从里面挖 你确定我们留二十块钱不会少吗 不会少 那我们就把它给放这 好 压在这里 对 你就压在这个石头下面就是 OK 真的特别地感谢这个 四位谋面的老板 在大漠里面给我们找了这么多漂亮的石头 可以带回去作为纳米比亚的一个留面 离开路边的矿石工艺品摊备 我们继续向西行进 即将到达特为费尔方丹岩化 路边的景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红色的山体非常破碎 人们慢慢告诉我们 这里的山体以沙岩为主 加上风打 昼夜温差打 这些因素一起造成了这种山体破碎的现象 继续前行 十多分钟后 我们就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石仙岩化 其中的特为费尔方丹 这些堆在一起的天然形成的大石块已经给我们巨大的震撼了 但是其实它最大的价值还不仅于此 还是在那些石块上留下来的盐画是吗 对 盐刻 这是这第一块 整个游览路线里面的 哦 它是有一个路线的 这个事件是根据时间来定的吗 不是 它是根据泥入口最近的 哦 是这样 但是这个呢 这个看上去好像比较简单 是不是更早期一点 不是 你想这种的形状 它一个以圆形和点为主的这个 它这个其实是最晚期的 就离现在最近的 大约两千五百年左右这么一个时期 哦 是现在在这个区域生活的叫达玛拉人留下的 哦 因为这个地方就叫达玛拉高地 是吗 对 达玛拉高地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乍一看觉得像是一串串的气球 都是一个圆下面一个飘起来的线 很像放在空中的气球 不知道它们在表达什么 它这个有的是表达的是那个 水 银水点或者哪有这个泉沿 特维费尔方丹是纳米比亚第一个世界遗产地 两千多幅岩画就分布在我们眼前这片红色的峡谷里 据专家推断 这些岩画距今已有两千到六千零的时间 岩画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抽象的符号是大约两千年前的勇猛民族刻画 具象的动物和人类图形则是更早的狩猎民族刻画 这整个的一个大银石就像一个屋顶一样 这个你看类似一个产景录的 然后中间这个人你看它是拿着弓箭 是啊 对这是一个熟猎场景的这么一个颜刻 我们所在的这片区域曾经是不惜骂人生活的另地 在首都温德河克独立大街上 我们对这个以狩猎为主的民族有了初步了解 看到它们留下的一幅幅古朴的岩画 我们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大多数保存完好的岩画上 可以清晰地辨远出各种动物图案 这些岩画雕刻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告诉后人如何进行列布 非常清晰形象 而且体积这么大 刚才那个长领鹿可能就这么大 现在一下变这么大 栩栩如生的一只长领鹿 四肢的那个肌肉 尾巴 然后身上的这种纹理尖尖的 就是一个侧面 那个额头上有点隆起 这种细节全都有了 以前应该是这一块 整个动物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它们才能够在这个区域的生存下 天色渐满 落日余晖洒在峡谷红色的山体上 看上去更加鲜艳 在纳米比亚半个多月的时间里 我们不时会有新的发现 虽然纳米比亚人文景观比较少 但是这些古老的岩画 记录下了在纳米比亚高原上 生活的人们的一段历史变迁 依然让我们难忘 矿野 渔野 畜牧野 是纳米比亚的三大传统支柱产业 近年来旅游业比重不断加大 中国和纳米比亚旅游资源互补行强 纳米比亚环境和旅游部部长 波罕巴先生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 表达了一带一路倡议下 加深双方在旅游及环保等方面合作的意愿 我们有一个成统的阶段 中国、南米比亚支支柱产业 用到银业所行动 包括区制作与银行为 保护生命中 这是一个优惠的 这关系统的关系我们对南部和中国的关系 但是我们将会更加深刻的关系 我们将会有这些《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希望在明年下我们会订阅这《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它将会结束结束结束 我们从南部的部分我们结束结束 我们等待我们的伴侣伴 去看它 然后当然清理它 中国和纳米比亚虽然相隔万里 但是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远远流长 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国府鲁乔玛 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 不断发展的中大流域 您去过中国那么多次都去了哪些城市呢 鲁乔玛生于纳米比亚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30岁在纳米比亚创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之后留完国外 35岁那年第一次到中国 并在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深造 1990年到2005年 任纳米比亚独立后首任总统 50多年间 曾经十多次访问中国 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 2019年5月12日是您90岁的大寿 我知道那一天您是带领您的家人 一起在中国驻纳米比亚的大使馆度过的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一天您的心情 那他们有没有给你做一碗长洲面 是的 我们也喜欢它 尤其是 奴乔玛先生虽然已经90岁高龄 但是身体健康 精神状态很好 2020年3月21日 纳米比亚将迎来建国30周年 第二天 也是中纳建交30周年 努乔玛先生认为 中国与纳米比亚的友好关系 具有深厚的基础 未来双方合作的领域会更宽广 所以 经济与纳米比亚的友好关系 非常非常重要 例如 中国人民带到纳米比亚 中国与纳米比亚 还有在哪些领域可以有深入合作的可能性 那您觉得中国与纳米比亚还有在哪些领域可以有深入合作的可能性 回忆起在中国的很多往事 努乔玛脸上洋溢着热情的微笑 在纳米比亚采访期间 我们也感受到 中纳友谊在年轻一代中延续 纳米比亚外交部双边司副司长西德尼 毕业于北京大学 在中国学习工作14年时间 见证了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他认为 一大一度倡议 为纳米比亚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中国一句话说 先坚落 要想富 要想富 先坚落 对 先修路 先修路 所以我觉得特别重要 对 交通发展 肯定会帮经济 提高经济 特别特别重要 尤其现在非洲国家 特别重要 我们现在就 就要看中国经济模式 现在纳米比亚中国关系特别好 我们希望从一带一路 我们也会 学中文 然后会把纳米比亚经济发展 更快 想要是 更快 想要中国一样 从2019年11月中旬到11月底 我们远方的家一带一路随着族在纳米比亚 从中部到北部再到西部 足迹遍布大半个纳米比亚 所到之处 感受到纳米比亚高原的壮阔 民俸的淳朴 也感受到 一带一路建设 正在给当地带来变化 老朋友 新伙伴 中国与纳米比亚的友好关系 跨越半个多世纪延续至今 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在互利共赢中 双方的合作也会更加紧密